都说人老隔背亲 也乃疼小孙 对于于女士而言 孙子就是她的命 可是半个多月前 当于女士像往常一样 去看孙子的时候 却遭到了儿媳粗暴的拒绝 我都不相信 她说妈妈要打你 妈妈要打你 我都不相信 不到十分钟 她就用手把这种毒放进来打我 于女士含泪控诉 伤心不止 为了能够见到孙子 她跟儿子儿媳来到了金牌调解 而就在工作人员 将痛哭流涕的于女士 带往演播室时 在后场区 于女士 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孙子 这是于女士时隔半个多月 第一次与孙子见面 眉头紧锁 态度强硬的这位 便是于女士的儿媳小刘 儿媳小刘的表现让人震惊 不难看出她十分厌恶自己的婆婆 从她接下来的这番点评中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我很讨厌她这样 她在哪里都是这样子的 她在哪里都是哭的哭的 她的性格古怪的很 你们刚才看到我 孙子看到我就是那个样子 我可以拿照片给你们看 我孙子看到我就是好高兴 一边是讨厌婆婆 拒绝婆婆看望孙子的儿媳妇 一边是天天以泪洗面 坚决要见孙子的婆婆 此时最尴尬最无奈的 应该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小卢了 左边是妈右边是老婆 我没办法 我劝不了了 我真的是劝不了 再上来最后是 说得难听一点 当时吵架吵得我都是怎么说的 我说我去跳黄埔江 赶紧你们找吧 我去跳黄埔江可以吧 小卢显得很无奈 面对自己的两位至亲之间 不可调和的矛盾 小卢深感无力 那么他们婆媳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儿媳小刘为何如此抗拒婆婆见孙子 而家在中间左右为难的小卢 又能为这个家的和睦相处 做些什么呢 调解即可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派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当世人 是婆媳二人 婆婆余女士 儿媳小刘 到场的还有余女士的儿子 小刘的丈夫 卢先生 在场下就坐 三个人今天来是为了要解决什么问题 诉求都说一下好不好 我诉求 我要看到我的孙子 他们不让我看我就在这里当全国人民的面我跟儿子儿媳妇断绝母子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希望跟孙子保持正常的来往是吧 是正常的来往 我不接受也不允许 平时看望他都不让我看 就面都不让见 不让我见我去他就赶我 他还要打我还在嘴巴前牵我了 一开场婆媳二人就火药味十足 儿媳小刘的表态更是口无遮拦毫无顾忌 可以说在以往的数千名当事人中 能把打婆婆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的儿媳还真不多 那么婆婆余女士究竟做了什么 会让儿媳小刘这么怒不可遏呢 一二三来的搞这个迷信 就因为他这一点所以动手打他 对 我就是动手打他 婆婆信迷信 小刘很反感 但也不至于发展到要动手打自己的婆婆啊 紧接着小刘就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 他们家的情况很特殊 他的儿子患有肾病综合症 去年他们一家人带着孩子去上海治疗 可在上海就因为婆婆信迷信 差点让孩子丢了命 当时我儿子在上海ICU的时候 医生说很严重 医生跟我们初步说了一下 这个小孩子要做气管切开 然后他们两个就不接受 上海的医生给我们找了三次谈话 在那个ICU的主人都找了我好多次 两个主人都找我 这情况很危急了是吗 对 情况很危急 因为在那里面待主要的人呢 肌肉肺萎缩 动不了手脚都是打了个静静剂型 然后就头大 甚至小 这个很危险的好多下 就因为这个原因出不来 就是他是迷信 打着男人家那个干爹说说 等一下那个我去求婦杀 去放生 这个不用做手术 两三年就好了 就可以出ICU了 一再再三的祖警 祖警我就签字 后面到后面还是祖警 最后我就跟他发火了 知道吗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跟我老公吵架 也是因为这个事情 稍微等会儿 就是从医生第一次给你们这个建议 到最终做这个手术 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隔了一个月 一个月 对 这一个月内都是因为 婆婆的这个举动阻止不允许吗 对 阻止这个决定 阻止不允许 我是差点气得不管了 打到那里面等于就是死亡了 后来为什么最终还是统一了 这是我板在这里 我这个时候妈妈板在这里 我老公我跟他说了 我说你再不接受我们就离婚 就不要这个小孩了 我说这个小孩如果是出了什么事 我们的婚姻也到此结束了 我现在还是跟他说这个事情 就这样说的时候才同意了 对 这样说 我是下死决定才这样下死决定 是这样的吗 我宝宝当时是分泌的 我说这个精神不好 不能做这个手术 等宝宝好一点再能签字做手术 我是跟他说这样 我跟我也是开的 跟我也是这样说的 他不是说拖了一个月吗 就是我叫他过一个星期 结果就是过了一个星期 就做了手术 你的意思是说 并不是因为所谓的迷信导致 不是 有病例为之 我带了病例来的 他来个出院小学 他儿子在那里 小卢在吗 问他儿子去 那小卢来说 这个是真不清楚了 他儿子最清楚这个事情 婆婆的否认让小刘很激动 为了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 他将丈夫小卢请上了场 可是就在小卢上场刚坐下不久 一个意外情况却发生了 孩子要找爸爸 小卢的儿子突然冲上了场 他可能要放管子了 原来小卢的儿子 在治疗肾病综合症时 由于长期使用呼吸机 孩子的声带受损 医生给他做了气管切开术 现在小卢的儿子 完全靠颈部的一个金属管 呼吸吐痰 否则就会有窒息的危险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给他更换金属管 于是大家让小卢 先为儿子换上金属管 呼吸器管 他要是说一旦这个痰被里面堵住的话 他生命就会受到危险 他现在呼吸就是靠这个机管来呼吸的 赶紧到这里跟阿姨玩 小卢的儿子很调皮 也很可爱 而陷入他颈部的金属管 却令人感觉冰冷刺眼 看到他这样的状况 我们不难想象 当时他在上海被抢救的时候 情况有多么危急 那么 爱孙如命的余女士 究竟有没有因为性迷信 而一再阻碍孙子的治疗呢 回到厂上之后的小卢 给了我们答案 当时到上海的儿科医院的时候 是讲究 医生说的病情很严重 主治医生导我夫妻聊谈话的时候 就跟我说 他说你要是做这个气管离开手术 你这儿子一辈子都不要出这个中症监护室 搞不好命令丢在那里 医生说我们尽快越早做越好 当时我妈呢就不允许 她说做了手术嘛 因为做气管这个手术 说真话 它是不好的 那知不知道医生说过了这一番话 我跟我妈说了 但是我妈就不肯 当时我妈都怎么说 你要去做 那我就不管你们 闹得很僵的那种是吗 已经闹得很僵 就像你妻子所说的 说他是因为相信迷信 跟我妻子说的一样 你看他吧 我都没说一说一句话 那你怎么办 我没办法 我只能在中间做夹心病吧 你不相信这个手术吗 我相信了 我说叫他晚一点 因为宝宝当时在里面是 说得不好听的话 就是跟一个 如果主治医生 已经把话说得这么严重 我知道 我知道这些道理 我说叫他等一个心情 结果等一个心情 我不是让他牵着吃吗 宝宝不是做了手术吗 几个心情吗 拖了一个月才做这个手术 几个主治医生都找我 搞得我们俩都不好意思 你知道不 人家请找他 问他 他都不搭理人家的 搞个那个红绳子啊 什么都打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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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这搞那的 哎呀 儿子儿媳 对当时状态的描述 让人听了实在是不可思议 孩子病情危急 作为奶奶的余女士 却因为相信迷信 一再阻拦医生给孩子治疗 难怪儿子儿媳会难以忍受 可是谭吉婆婆所做的另一件事 儿媳小刘 感觉更可气 在上海的时候 不让我去看 他在那时候不让我去看 是不是 你问老公啊 从我们两个人看了嘛 我儿子就会怎么怎么样 这帮小刘 对 反正我是 自从进ICU起 我是一眼都没看 就是他信这个打电话什么 他那个干爹什么 因为信迷信东西 是这样的 我宝宝进去 我全部跟宝宝洗呀 乌呀 等于我是老公 不要说洗洗洗 到那里 这个不大家 屁股都烂了 不要吵这个屁股烂了 我跟他买的药 就是我每天我进去跟他洗呀 我没有人说你没在照顾宝宝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为什么不让他爸爸妈妈去看他 叫了我媳妇不要去 我说我天天去 我可以把宝宝敷饭醒 知道吧 我一去宝宝 妈妈不能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敷饭不醒宝宝 宝宝不听 不开眼睛 那爸爸不能去的原因是什么 我就是自己说 让我两个人去看 他不看 来来来来 你来讲你来讲你来讲 不要到天三导四 你自己来讲 让他儿子讲 讲这废话 在这里 不让我进去看 他就是说 他进去看 爸爸好得快一点 那我们进去看没用 那你们可以说 那没用 我们可以看看孩子 不让嘛 就是不让我不看嘛 我不让 跟我无所谓 跟我说实话 进去 叫我摸摸洗洗 我搞不好做不来 我老婆进去 我老婆是肯定可以做得了的 那为什么也不让他进呢 说真话 就因为 你信吧 是吧 我一直都不会原问他 真的就是这么直白地告诉你们 就是 就是这个原因 至于我来主持 我老婆不进去了 跟我们两个人在外面看 真的是无所事 最多有的时候 医生出来跟我们 说一下 小孩病情 你妈妈说不让你们去看 继续了多长时间 两个月 他两个月吧 是吧 我来说 爸爸在重生间复是四十多天 这四十多天 是你不让他们来的 是吗 我叫他不要进去 我天天要把那个热水瓶 他进去跟爸爸全部洗 都是我去照顾的 于女士随时随地 都在强调 他对孙子的爱护和照顾 完全无视 儿子儿媳的担心和焦虑 此时 我们的一位观察员 看不下去了 表示 不看好他的这份操心和付出 婆婆 您一直说 我让孩子手术了 一个星期之后 我让孩子手术了 决定孩子手术的 难道不应该是 熟识医学知识 了解孩子病情的 主治医生吗 您有什么权利 阻止父母 去探望孩子 他们的心也在揪着呀 我知道你非常难受 你要亲自看到 亲自去照顾 亲自服侍 你才放心 而他们是父母啊 孩子的病情真的千变万化 他真的不是你的媳妇 包括儿子 他们暗中操纵 导致孩子病情加重的 今天你看到了孩子 活蹦乱跳了 再逐渐地康复了 也绝对不是你深深陷在 你想象当中 从有你跪来的求来的 所带来的康复 而是拜托医疗技术 所以婆婆我想跟您说 您真的越界了 您要体谅他们内心的 这种痛苦 纠结和挣扎 一如你 在内心的这种操心焦虑 观察员武运认为 婆婆与女士越界了 而其小刘也强调 婆婆一再坚持迷信思想 就是她拒绝婆婆 见孙子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时的余女士却很委屈 在她看来 即使在孙子治病这方面 她是做错了 但她对孙子的康复 也是有绝对的功劳的 人家上海都是 没有钱都是放弃的 上海众生肩负 一天是五六千 都是我借的 我拼命的要救我的孙子的命 可儿媳小刘 一听到钱这个字 又是火冒三丈 既然婆婆今天 主动说起钱的事 她就要找婆婆 问个清楚 问个明白 在去上海之前 小刘的儿子 一直在老家的医院 接受治疗 费用有报销 当时他们去上海去得及 这笔钱就由婆家人报销 可是小刘说 这笔钱到底报了多少 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 我们当时去到野医院去得好急 去上海的时候 报销的钱都是她老公 跟她小孩子经手的 报销三万多块钱 你不要找不要找不要找 我不想跟你讲 一会儿就跟你讲 好吧 不急 我问她这个钱报销了多少 她就不知道 我就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梦哪个是傻子是不是 到哪个是白痴 在这个事情上 你生气的是什么 生气就是这笔钱 到底报销了多少 你给我想明确了 到现在我还都不清楚 直接拿在手里不给我 这个报了多少钱有怀疑吗 我肯定有怀疑 六万五 报百分之七十 你说多少怀疑不怀疑 百分之七十 大家都算一下来来来 大家都是都有文化的 都会算的人 怎么打到哪个都是白痴 就算有些要报销 不可能报那么一点点钱 小刘这边也不清楚吗 她也不知道 是吧 那就不是我婆姐 这个报销我们都在上海 不是报销 是我老公跟她报销 三万多块钱 一直是我小儿子 打到她卡上去的 打到我儿子卡上 我还在上海 当时在上海 还有精神管 这个我天天都在哭啊 你知道吧 没去问这些事 没我了 有时间问这个事 天天我都在哭啊 知道吧 我在上海 四个三个月 我上过了辣子精来 你知道吧 她天天在哭啊 你看看吧 这不要调了 调的没意思 既然她不行 这个事情有什么好说的 啊 这没有意思说下去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在上海 这不是冤枉人吗 回来以后 他们跟你提了吗 没提 又没提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们在找什么 对我反案在心 来老伯 又回来 小弟们这个 他做的三个上 你不知道 打电话 打个老公问一下 我的事 真是表演的 你看看 真是表演 你看看 你们看到吧 小刘十分笃定 这笔报销的钱 不止三万块 可即便如此 她当众对婆婆抱粗口 也是极为过分的 她似乎忘记了 身旁的这个人 是她的长辈 是一直在为她的孩子 日夜操劳的婆婆 然而 面对儿媳的出言不逊 余女士 倒没有纠结于此 而是直接说出了 儿媳怀疑的对象 她怀疑我什么 我这边有个小儿子 知道吧 我老公一个月 三千块钱给我 我自己养老金两千 我五千块钱 就是贴两个孙子 小儿子其实也是 有负担的是吧 有负担的 小孙子也是你带着 也是我带 你还得帮他养孩子 人在住天在看 要是我穿了 孙子的一分钱 我出门就不用汽车 没什么 最好事 你看到吧 那个雷的狼 吵别吵 我很可怜 那你知道吧 我是离了分离 你带这个大儿子到我现在的丈夫家 她是最舒服的人 不要听她来说 她是离书 在家里 余女是现在的丈夫 其实是小卢的继父 对吧 弟弟是同母异父的弟弟 是啊 我当时我妈跟我爸离婚 我是离了带他到我 法院是判给我爸 但是我爸不要我 我前夫不要他的 我前夫不要他的 是我带着身边的 我在上海 几个月的孩子都是我的 都是我出的 我带着钱 我这边是有老公 我都要瞒着他来帮助他 从2009年到现在 租房子水电费 现在我都在跟他出 我有单子 有平均 有名字为止 你叫他拿前面两个房东 拿单子出来 真的是冤枉啊 知道吧 我弄饭给他们吃 我帮他洗衣服 什么都是我做啊 于女士极力想为自己辩解 她一笔笔细数着自己对儿子一家的付出 可儿媳小刘并不买账 这让观察员王志川实在看不下去了 她拿起话筒对着儿媳小刘 就是一通批评 作为一个现代人 他绝对还是应该有传统的尊老 如果没有这根底线的话 这个民族要延续下去 那很难 所以在台上说的那些话 比如说雷匹啊什么的 这些话是不能说 即使是棍棒加深也不能说 如果你说我敢表达 你把这些语言表达出来 不是无知 就是因为无知而无畏 就是不孝 观察员的话可谓毫不留情 此前还怒气冲天 骂声不断的小刘 此刻也冷静了下来 面对此情此景 婆婆余女士 突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 一直在旁默不作声的儿子小刘 甚至还抛出了这样一句话 余女士突然将火撒向了自己的儿子 顿时夹在中间的小刘 成了他们婆媳二人争相指责的对象 你儿子太这个 要做笑死的话 你就倒霉就自己 我只在我儿子怪你什么事 毕竟是我妈带到我 说实话 我是不想去搞这么僵 这边是妈这边是老婆 怎么处理 我想化解矛盾 缓解矛盾 缓解不了 你也看得到 我妈也好 我老婆也好 脾气都是很暴躁的人 我脾气也很暴躁 我现在是赶 你只能对你自己暴躁 我没办法 我说得来第一点 我都是气得是想头去撞墙 我不是没撞 小卢很无奈 身边这两位脾气暴躁的人 就像是火星撞地球 他实在没有力量阻止 此时调解员胡建云指出 要解决这个家的矛盾 靠蓝是没有用的 得弄清楚 这些火气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你现在再回答我一个问题 火 肚子里有火很正常 为什么这么大 这是我感到很纳闷 我说那火是很大的 因为家里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了 一没有钱 第二儿子又成这个样子 天天搞成这个迷信的东西 所以把所有的火 一下子就发出来 就是这个原因 知道不 那你觉得 这里面有没有一部分 跟你自己的修养也是有关系 跟我修养一点都没关系 可以确实跟我老公说 这么几年我都过去了 我也就是说 看着我老公的面子上 我说没有 一直在这种火 没有压到心里面 没有发出来 我老公是一个手腕机 在家里面也不是说 好 你既然给卢先生面子 那卢先生你来说一说 你妻子的性格 你怎么看 我老婆性格 好的时候是蛮好 暴躁的时候也很暴躁 总的来说能还是可以 他跟其他人相处怎么样 跟其他人相处也好 就说旁边邻居 他同事 我们基本上 不会跟人家吵架 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 有的时候 说实话 尽量避浪一点 是 这个我相信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点疑问在哪里 比如说他 今天在这样的场合 然后你们家的事情吧 高也高不到哪里去 但是你看你动不动就会说出一些 让我们听起来很刺耳的话 为什么你会没有这方面的一种 一点点的机会呢 因为我心里 因为这个只适合深仇大恨的人 他不做得过过来 我会这样说吗 你觉得我老婆说的对我对吗 您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晓得不 再过分了 我会受不了 再过分了 你看 你可以说我非常愤怒 是吧 我们俩分开隔开 我觉得都可以理解的 甚至你完全还可以说 你不要带回我的孩子 你不要过来 这个生气的时候 这一号我们都能理解 都说过 对 但是再往上 你真不觉得过了吗 你自己说出来的时候 不觉得有点点担心吗 我觉得我以前好话都说尽了 都没有话说了 因为我看到了你非常刚烈的一面 我替你有点担心 你老公说你好 但是如果你不会说话的话 你会很吃亏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是很吃亏的 就是真的都很吃亏 所以我就总在想 有必要吗 你们这个婆媳一上来 就这么深仇大亨 很难理解 我都会替你们感到操心 因为像你们这么火爆 其实也包括婆婆在内 就是性格有点急 这么急就会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也看不到对方的好心 就很容易好心就办坏事 这点我先提醒一下 你先想有没有道理 就是这一点 我建议你稍微注意 如果这个家 大家都这么珍场 对孩子来讲 其实会有个暗示 如果大家都那么会说话 你们家里面不停地珍场 孩子的狡化功能反而会下降 她的自我修复反而会停止 小刘 我知道你是一个服软不服硬的人 所以当婆婆很强势地 或者说要坚决地表达出 她的一些想法和做法的时候 你毫不客气 毫不留情面地就回击过去 说实话 你有苦衷 有为难 有压抑 不代表着你就可以对婆婆出言不逊 甚至大打出手 你知道吗 你这样做 体现出了你没有一定的涵养 没有了你应该有的形象 同时我想跟你说 你知道婆婆一直在场上说 我付出了多少 我为他们做了多少多少的努力 在你听来一定是很刺耳的 你反感这种喋喋不休 不断地鞠躬自傲 不断地在表功邀功 可是小刘你知道吗 一个人缺什么 才会格外地注重强调什么 因为你缺失了对婆婆 她的付出应有的感激 应有的认同理解 如果是一个邻居 一个外人 她跑前跑后 帮你去筹钱 照顾病孩子 帮助你们去 在最困难的时候 有窟窿给她填上 你一定会对这个外人 感恩戴德 千恩万贤 然而当这个人 是婆婆的时候 你却开始挑三拣四 觉得理所应当 她是有不足够的智慧 甚至可能有一些 做法 认知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谁都不能否认 她的一片好心 她的一份全心全意的付出 场上的三位当事人 说一下我个人的感觉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场上的三个人 在互相的埋怨 其实这个场景 会出现在很多家庭里 尤其是当一个家庭里 出现了一些重大灾难的时候 或者在出现一些 重大变故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发现 家庭成员之间 会存在一些互相指责 互相推诿 互相责怪的这种现象 其实我想说 你们三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都很焦虑 而我们不知道 怎么去化解这些焦虑 于是这些焦虑 我们要对着 自己最亲的人去释放 因为这种释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成本是最低的 因为只有他们 才能够真正的包容我们 包容我们的情绪 包容我们的脾气 包容我们面对命运的时候 那些无可奈何 包容那些负能量 所以我希望三位 都能够看清楚 其实从很大一种程度上来讲 这种抱怨 恰恰证明 你们在心里认定 对方是自己最亲的人 所以你们才会这么去做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 对于我们的妈妈余女士 我也想说 其实做父母 说到底 最后 就是一个得体的退出 怎么样体面地 退出孩子的生活 而不是 老是悬着一颗心 这放不下 那放不下 操碎了心 最后还未必落好 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 很多这样的妈妈 永远放不了手 你要知道 这个天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真是没有不散的沿袭 包括父母跟子女之间 也是这样 前两位观察员 分别给婆媳二人提出了建议 而接下来 观察员苏丹 却要帮儿子小卢分析分析 他为何会遭遇 夹心病的尴尬 其实先生说 我夹在两个人的中间 非常的难受 就像一个夹心馅饼 那我想跟先生来探讨一下 如何跟这两个女人来相处 因为我们在选择妻子的时候 往往潜意识里面 会以母亲作为一个参照版本 所以妈妈很要强 说话 语言的风格速度非常的快 思维逻辑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逻辑里面 那么妻子呢 也是非常坚守自己的思维逻辑 和自己的对和错 语言速度也极其的快 脾气呢 只有往上涨 不见往下退 所以先生 你竟然已经跟这两个女人 相处了这么久 那你首先要意识到 你的妻子和你的妈妈 都有共同的脾气 就是不能忽悠我 不能跟我打马虎眼 他们都希望得到明确支持 而你恰恰就在这里 哪一个跟我说话 我都支支吾吾 支支吾吾 支不明白 然后两方都恨得牙根痒痒 尤其是你的妻子 把我能够把你拿桌上给拍扁了 就这原因 所以在这里 您的表述 跟强势的人的表达方式 首先前面你看 学会听 你之所以没学会听呢 你是当他们的雨流 一旦冲过来的时候 你首先感到强大的压迫感 我该怎么办 然后听什么已经没听清楚了 然后就是玩了玩了 又在吵架 烦死我了 我该怎么样躲边上才好呢 你越想躲越逃不了 这就是你的尴尬 这也就是夹心献饼的尴尬 悉尼老师认为 小卢应该学会 如何与强势的母亲和妻子沟通 化解做夹心饼的尴尬 小卢表示认可 那么听到老师们的劝解 儿妻小刘的态度 有没有发生改变呢 原来的我就不去提了 是吧 现在的是现在 现在已经命救回来 就好好的给她去调养 显然调解员和观察员们的劝解 起了作用 她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儿子的健康成长 不再纠结于其他问题 针对小刘的表态 调解员决定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由调解经验丰富的 廖阿姨和武韵 分别跟婆婆余女士 以及儿媳小刘再聊一聊 密室里 婆婆余女士一落座 就开始向廖阿姨倾倒苦水 诉说自己的不容易 小孙子是我24小时大 你知道吗 我多大 一岁零三个月 现在 你知道我多可怜吧 我爱抽空去天天看孙子 你知道我有多可怜吧 你见不你见不 在这里喂她少 廖阿姨耐心劝导于女士 而此时密室外 观察员武韵 也针对儿媳小刘的脾气 提出了她的看法和建议 你知道你其实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也有接受不了的 就是说你的一些态度 你的一些言行举止 我那天打他 我老公差点送我去医院去了 传记都传不过来了 你都差点疯掉了 我老公平民地 一直我差点送医院去 所以你说 受不了 所以你听话 不能这样 就是不能因为说 那我受不了 我就可以 如果万一失守了 态度啊 往往让别人记住的 就是你的一些恶劣的情绪 忽略了你正确的内容 现在你把不良的情绪 传递出来以后 因为你的态度 结果他忘掉了 你要说的内容 他就记得我媳妇凶了我 我媳妇哈了我 他就忘了 我媳妇提出的要求 是正当要求 是合理要求 所以你也不讨巧 不聪明 武韵耐心开导小刘 小刘也认真倾听 气氛很融洽 这时 武韵向小刘提出了 婆婆余女士 最关心 最在意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不能过去说 你不要来 你最好不要挨着 不能这样的 从法律层面上来说 你也不能剥夺 他的探视权 他老师做的这个东西 我就不给他脸色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笑着跟他说 妈你来看可以 你不要带这些来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应该后面 你就不会给脸色了 对不对 我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太好了 那行 我来这的目的 就是解决这个事情 奶奶疼孙子 乃人之常情 小刘理解 但婆婆的迷信行为 确实让她难以接受 而恰好此时 密室里 廖阿姨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廖阿姨表示 在孙子生病这个事情上 于女士不能有旧思想 尤其不能因为迷信 而做出伤害亲人 令亲人不能接受的事 从今天开始 儿媳妇跟儿子 你们说法对的 我做妈妈的 我该怎么做 我自己做好自己 既然你们有些东西 真的不理解我 那好 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走 给你们 我不会对你们产生 什么影响 或者对孩子 你放心 你告诉他 我这颗心 我的孙子儿子媳妇 就是我身上架下落 虽然这个媳妇 不是我生的 我都那些我都包容 你一定要记住一点 你只有婆媳儿子 关系搞好了 你的孙子才能在那种和谐的 欢笑中继成长 那个比什么治疗都好 记住这一点 你愿意吗 婆婆与女士 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并且保证改正 而此时 一旁的小卢竟主动提出 要向观察员学习 处理家庭矛盾纷争的妙招 首先第一 学会嘴巴甜一点 老人爱听好话的 你比如说跟妈妈讲 真的你很辛苦 你的钱也很不容易 我以后会努力多赚钱 但是妻子这边可能就难了 我妻子这边是 根本也都说 我刚刚也跟她说了 我刚刚跟她说了 她不能够很好地管理 自己的情绪 我跟你这样说 大家有很多东西 该劝的 该说的 我都说过 我当了我老婆面也说过 我不当了我老婆面也说过 你多爱她一些 多关心她一些 多对她好一些 她就不忍心再让你为难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 不是让你生硬的去说 硬碰硬 凶她 喝她 制止她 错了 难道我一般不许 所以我想 你让她看到你 辛苦为难的一面 看到你 还是依然爱她 心疼她的一面 她也会反过来 心疼你 妻子小刘和小卢 一起讨教 有时候 经不住孩子淘气顽皮 小刘也会抱着孩子 坐在一旁静静聆听 最后 经过两位老师的劝解 他们一家人 有了以下的对话 你听我讲 你们的笑声 是给孩子最好的治疗 知道吧 那比打什么针 吃什么药 都抢一万倍 我们不要发生什么矛盾 来 下次 宝贝 你看看 宝贝 你看看 奶奶跟妈妈牵着手 你高兴吗 高兴吗 高兴 高兴吗 高兴 那么 经过两位老师的出招 他们最后 又会有着怎样的收获和感悟呢 而曾经水火不容的婆媳二人 又是否能够 真的做到近视前嫌 握手言和呢 让我们回到调解现场 刚才婆媳二人已经对话了是吧 怎么想的呢 现在 妈以前是辛苦了 我一直是说她很辛苦 我儿子生命以来 她也做出了很多很多 我一直是心里人感激她 也希望她以后 能在我教育孩子 或者是说某些方面的 能支持我 有些东西 在做时 先尊重一下 我们的决定 人家都说 家里有个老人的 就是一个把握是吧 这都是这样子说的 于女士觉得怎么样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希望非到以前一样 我会拿她当女儿一样的 我要我孙子 在健康的家里成长 媳妇你辛苦了 我也知道带宝宝是不容易 是吧 她管孙子 我是不会去管她的事 我会支持她 这一篇就翻过去是吗 我是大人 我有宽容的心 我会宽容他们 我会做大人的本分 本质 小卢有什么想说吗 我只希望家和万事心 这个结果你满意吗 我很满意 我会尽量调和我妈跟我老婆之间的矛盾 不要再这样吵下去 没意思 说实话 家好了 什么都好了 家不好 什么都不好 老婆现在生病了 都是希望宝宝好 都是向着宝宝一个人去的 只要对宝宝好了 什么都是可以的 三位其实都是顾着这个家的 这没问题 但是我建议就是这个家里面 虽然宝宝是最重要 是 但是照顾好大人们 各自的感受 其实也很重要 这样才是真正的为孩子 在密室里面我想老师们都有交流的 照顾一下这个家里面这位男人 他的无奈 他很顾及你们 他对你们俩都很需要 然后也照顾一下媳妇 他在这个家里面很希望得到接纳 得到肯定 也照顾一下婆婆呢 他这么含辛茹苦 能够得到你们的这个认可 就是互相照顾一下这些感觉 调节结束了 不得不说他们的变化 他们的变化令人感动 令人欣慰 此时小卢牵起了妻子的手 又紧紧地握住了母亲的手 将他们再次连接在一起 考虑到小刘一家的特殊情况 小刘的儿子仍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过程 栏目组决定为他们申请两万元的爱心基金 作为孩子的专项治疗费用 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这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他们婆媳之间能够化解矛盾 消除误会 一家人齐心协力 为爱同行 小刘一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